這關於飛碟和外星人的傳說已經流傳了很久 雖然誰有耳聞 但都是道聽口說 沒人能夠給出一個確切的證據 不過相信大家應該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 關於無盡光臨 承受難以理解的飛行器 這能來到地球上的外星人絕對是比我們這些土著一樣流鼻 但是在歷史上卻流傳著這麼一個沙雕的傳說 有人用手抓到了一架飛碟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聽故事 說歧視 內容多為網路收集 加上本人整理匯編而成 不能保證事件百分百的真實可靠性 如果你不能接受 理解 麻煩當個故事聽就好 1972年8月25日 日本四島國高知縣東部的借南鄭 有一個叫做西幼的男生 13歲 正在讀初中 這天下著雨 他飯學回家經過路邊的一處稻田時 發現田裡有一個閃閃發光 像是草帽一樣的東西 在離地一米高的空中盤旋著 來回一動看著有點像是某種生物在捕食昆蟲 西幼就很好奇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於是就跑上前想要看得更清楚些 但是那個東西突然發出一陣強烈的藍光和昏迷聲 西幼嚇了一跳馬上就跑回家 回到家裡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幾個小夥伴 這幾個熊孩子就一起跑回原地 看看是不是真有這麼一個東西 來到現場發現那個東西還沒有走 盤旋在空中有點像是飛碟 可是傳說中的飛碟又沒有這麼小 幾個孩子就覺得奇怪 害怕中又帶點興奮 其中一個膽大的就一把上去試圖用手抓飛碟 但是沒有抓住 飛碟發出一陣藍光呼的一聲就不見了 幾個小孩一下子就懵逼了 只好飛了家 可是這件事實在是有點奇怪 那個稻田剛好又在飯學回家的途中 於是在之後飯學回去的途中就留意上了 只不過在這之後就沒有見到飛碟 本來以為就這麼消失不見了 直到某天雨停了 太陽高掛 飛碟又出現了 小夥伴們試圖再次抓到他 不過還是沒有成功 接下來的日子裡 這樣的情景不斷重複了好多次 甚至還用相機拍了照片 但是都沒有捕捉成功 於是這些懸孩子就發現了一個規律 只要是雨天的時候 那個東西就不會出現 只有在大晴天時 喬會跑出來 一可忌 莫非飛碟怕水 終於等到雨天的那一天 小夥伴們早早就把準備好的水盆 布、磚塊帶上 在那等著 果然那個東西又出現了 等了很久的幾個孩子馬上就潑了上去 水潑、磚頭砸最後又不蒙起來 這一通神操作還真把它給逮住了 回到家裡就翻來覆去的研究 直徑大概有18厘米 高度7厘米 重約1.5公斤 底部以13圈同心排列的圓形紋路 還有一些魚鱗狀的日式圖案 中間還有31個均勻的小孔 透過這裡能夠看到裡面 有一些類似零件這樣的東西 在那個時間段裡 日本是經常有關於飛碟的目擊紀錄 可是這個這麼小應該不是飛碟吧 但是它又確實會飛 於是就想把它打開看看裡面究竟是什麼東西 剛開始只是拿著螺絲刀試試能不能拆開 可是飛碟上並沒有螺絲 於是就想著用錘子來砸 這錘子老半天手都正麻了 飛碟上連個痕跡都沒有留下 接著男孩們就注意到中央的那些小孔 就把水給倒了進去 裡面立馬就發出一陣嗡嗡聲 也不知道是不是燒壞了 可還是沒有打開 就這樣想了很多辦法都沒有把它打開 只能拿著相機上下左右拍了個狗 這折騰完了後 它們就想 這麼個東西不能關自己玩 如果拿出去裝裝逼不是更爽 於是就拿著袋子把飛碟裝好準備帶出去 只是沒想到的事 一轉身的宮古 飛碟就這麼消失了 雖然懊惱可也是沒有辦法了 無奈之下幾個小夥伴就相約 不然出去打灰球吧 不料出門沒多久 就看到那個飛碟躺在路邊的草丑裡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們給亡壞了 惡話不說 幾個懸凱子善嫌就把飛碟給摁住 然後帶到其中有一個叫做藤本康夫的學生家裡 他的父親是科教中心的主任藤本三雄 也是這件事中唯一參與其中的大人 孩子們說自己抓到了一個飛碟 希望藤本三雄能夠幫忙確認下 這藤本三雄後來戶去看了一會說 這網頁不就是鷹飛鋼嗎 哪裡會是什麼飛碟了 就認為是孩子們的惡作劇 當時的日本確實是有這樣的鷹飛鋼 雖然外形挺像 不過鷹飛鋼的話底部也不會是這樣瘋死的 幾個孩子不願意相信 覺得這就是一個飛碟 於是走了後 繼續對他進行各種打、砸、燒 希望能從裡面揪住外星人 只是沒多久 這個飛碟就莫名其妙的再度消失了 就這樣 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個事件就到這裡結束了 此事曝光後 日本一大堆人猜測此事的真假 研究了半天也沒有得出一個結論 只剩下當時拍的這些照片和參與此事的人 更多的人認為這就是個惡作劇而已 因為那個所謂飛碟的紋路 帶著明顯的日式風格 也有人相信這是真的 宇宙如此巨大 生命的智慧不能以大小為概論 那個飛碟也有可能只是 外星母床的某種探測器 真相如何現在已經是無法探究了 現如今也就留下這麼一個故事在世界流傳 感謝觀看 我們下期見